各位校長 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好 歡迎大家參與由創新科技處主辦 香港科技員公司作為合辦夥伴的 第二屆城市創科大挑戰的中學組設計思維工作坊 今天很高興我們邀請到兩位嘉賓 是來自香港創意行動協會的兩位嘉賓 不如兩位嘉賓先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是Jeffery 我是香港創意行動協會的主席 坐在我旁邊的就是Tiffany 讓我介紹自己 Hello 我是Tiffany 我是Design for Change Hong Kong的顧問 今天的環節大概是一小時 接下來我們也跟大家講解一下我們培訓內容的整個流程 大家看看螢光幕 首先我們五分鐘會介紹城市創科大挑戰 今屆活動的主題和一個活動簡介 接下來Jeffery和Tiffany 也會和各位中學組的同學者 介紹一下設計思維的框架和實踐 也會特別針對這次賽事的兩個副題 幫人有辦法 即是社區關愛 以及生人有辦法 生戲去做一些分析 以及教一下大家怎樣可以去蒙生一個想法 最後五分鐘也會做一個總結和提問的一個環節 第二屆城市創科大挑戰希望可以鼓勵各位同學去發揮創意的想法 通過創新的科技去為社區帶來正面和長遠的影響 今年大會的主題是創建更有魅力的大自然和關愛社會 所以本屆的活動有兩個副題 分別是生人有辦法和幫人有辦法這兩個副題 生戲的副題是聚焦利用創科去提升香港交易公園 和露營地點的管理運作 令到廣大的市民和遊客在交遊時和露營的時間都能夠獲得更加安全 愉悅的戶外體驗 而後者社區關愛就只在利用創科 去為社區的照顧者提供更加全方位的支援 中學所有興趣參與的同學都可以參與到線上的免費工作坊 線上的工作坊分別是城市創科大挑戰的中學組簡介會 這個簡介會的內容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官網 稍後時間也會做一個發佈 相關的資料可以在那場的簡介會中看到更多的內容 另外學生也可以參與 包括今場在內的設計思維工作坊 和由上屆勝出者做出的成功案例分享會等 報名之後的同學也可以參與培訓活動 中學組方面會有VR活動體驗 康復中心的參觀 另外也會有守舊隊的活動體驗 以及在賽事後期可以參與到圓形製作的工作坊 以及簡報技巧的培訓 可以全面學習到在準決賽和總決賽的時間 如何去用一個最好的狀態 向評審介紹你們的方案 在這裏再提提大家這次賽事的關鍵日期 由即日起到5月16日 大家需要提交整個賽事的方案 記得一個同學可以提交多於一個方案 但由於部分培訓活動的名額非常有限 所以建議各位同學要盡快報名 線上工作方面也會在4至5月進行 緊接而來是培訓活動 培訓活動是需要提交方案後 獲要出席的同學才有機會參與 時間會在5至6月進行 然後在7月中旬 大家需要就著你們的方案 作出一個準決賽的參與 然後在一個總決賽的階段 會在8月中旬進行 在這裏大家可以看一看 由初中組到高中組整個活動的時間表 看上去好像有很多活動 但其實如果你只是提交一個方案 首四個活動 即是由培訓、虛擬活動體驗和康復中心參觀 一直到由高中組的監獄手救活動體驗 其實每一個方案只需要參與一個培訓活動 基本上時間會由6月15日開始 到6月30日的週末進行 然後在培訓活動體驗的階段 就會進入原型製作工作方案階段 讓大家可以就著你們提出的方案 進行一些優化和向我們的科創界別顧問 作出一些資訊 這個時間就會在7月6日進行 一個星期之後就會進行簡報技巧的培訓班 在7月13日在線上的形式進行 所以每一個方案其實就是需要參加一個培訓活動 然後一個原型製作工作方案 和一個簡報技巧培訓班 到此後我們也將時間交給Tiffany和Jeffery 就著今天的創意思維和設計的框架 去和大家介紹一下 亦希望可以讓大家想到更多 關於今天這兩個賽事分別 就是生人有計和幫人有計這兩個副題的想法 Jeffery 謝謝你 謝謝Martini 我想Martini也介紹過 我們是香港創意行動協會 香港創意行動協會是2011年我們已經創立 我們利用一些設計思維的方法 進入學校家庭社區 鼓勵我們的年輕人 進入學校家庭社區 去想一些方案去解決問題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這個QR Code 如果你有興趣去拿一些資源 去了解一下怎樣運用設計思維 除了我們今天的工作方案去聽聽之外 另外你也可以去我們的Facebook 去看更多資料 我叫葉文謙 Jeffery 我是DFC DESIGN FOR CHANGE 香港創辦人 亦是DFC的國際夥伴 整個DFC的運動 全球有70個國家在參與 我本身也在大學裏做一些私訓工作 待會可以透過分享的時候 多說一些給你聽 我把時間交給Tiffany 謝謝Jeffy 我是Tiffany 我在DESIGNING這個TRAID 已經有好幾年的經驗 我自己也是城市大學SCOPA 和VTC的客席講師 會主力說商業的DESIGNING 另外我也有帶領VTC的學生和老師 做過一個項目 就是幫助育民市集的小商戶 去解決他們的生意上的問題 以及如何幫社區重建 其實這跟我們今天的主題有關 如何關心我們的社區 再者我也是有經驗 是跟校長、老師做培訓 以及帶領中學生和小學生 做設計思維的項目 不如我們說一下為什麼我們要學設計思維 其實設計思維在現在都很流行 特別是在這幾年香港特別流行 本身已經有60年的歷史 在外國很多大企 都有用設計思維來做一些商業創新 在圖上我們看到3M、Samsung、Adidas、UberEat、Airbnb等 其實他們都有用設計思維去創造一些很好的商業成果 特別我想提到的就是中間 大家都可能會記得 這個就是蘋果的教主 Steve Jobs 其實他不單單是把設計思維用在商業上的創新 還用在自己個人的新拿規劃上面 所以大家都會看到設計思維的應用非常之廣泛 還有我也是高中的同學 我會建議你們可以去哈佛Business Review 看看近這幾年其實有哪十個個案件 是很值得我們去了解的 關於設計思維的創新 當然香港其實近幾年都很流行用設計思維 其實學界有商界到有商界到零售業、銀行業 又或者是航空業 其實都有不少的案例做到一些很好的成績出來 再者在可持續發展的領域方面 聯合國的可持續17個發展的目標 其實他們都是推崇 用設計思維是其中一個非常好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 然後在政府方面 不可能大家比較年輕未必知道 告訴你們一個秘密 原來政府在2017-2018年已經在施政報告裡面 提倡我們要用設計思維 第一個政府用的項目就是旺角遊證稿 好了,再說一下究竟在學界又怎樣 其實在去年教育稿已經在施政報告裡面說過 我們就由STEM轉做STEM 大家STEM很熟悉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和Mathematics 你們都知道是什麼 不過是否覺得有點難兵兵呢? 雖然這些東西全部都是為人去做一些好一點的服務或者產品 但如果我們不能夠了解到人的根本 他的需要痛點在哪裡的時候 我們又怎樣用這些方法來創新呢? 所以就變成STEM STEM裡面我們加入了Art Art的元素不是單單藝術的 其實是跟創衣和人有關 我們回歸人的根本 了解他們的需要 為他們用不同的科技創建新的方案 令到他們的生活更加好 所以其實STEM for all 是一個新的口號 你們今天STEM了沒有? 好了 我們亦都說一下 大家都是高中的同學 其實Design Thinking又怎樣幫你們去準備好 和未來的工作接軌呢? 和我們的社會去接軌呢? 第一件事就是Design Thinking其實是提供主要的正向價值 這六大點相信大家都不會反對 是我們每一個人應該都要擁有的特質 以人為本、同理心 其實我們去做一些簡單的工作 或者我們日常生活和別人去接觸都好 其實如果我們能夠有同理心的 我們能夠以人為本的 我們做的事出來會更加貼合人的需要 再者我也很相信就是我們那個環境、社區 或者跟我們家庭、跟其他朋友的相處都會更加和諧 第三個就是永不放棄、持續不斷創新 如果我們提供一些服務或者產品的時候 無論你是在哪一個領域 坦白說其實人是會有不同的階段 他們的需要和痛點都會不同的 我們究竟能不能夠了解得到他們的變化 然後我們再貼合他們的需要 來將我們的產品和服務都改善呢? 所以這件事是要keep checking的 是要不斷地改善的 另一件事就是關乎我們自身 剛才Tiffen也有說過 就是Design Thinking還可以用在我們的新拿規劃上面 同學們 你們其實人生每一個階段 我們都需要去做一些Design 來幫自己去挑選一個更好的出路 所以Design Thinking學了之後 你都可以用在你自己的新拿規劃上面 不斷地keep check來幫自己fine tune 第四個就是共同協作 我們在說其實我們人生上 其實我們一定會和不同人一起去合作 今天我們做這個山系的計劃 和社區的計劃的時候 我們都要知道我們的用家是甚麼人 了解他們的需要才去想方案 還有我們都建議大家可以組隊參加 二至五個人一起去想 究竟有甚麼方法是可以幫到他們 一定會更全面的 然後就是從行動中學習 其實整個Design Thinking的過程 由有問題我們去了解問題的成因 找那個精結在哪裡 然後再去想那個方案 再做Prototab出來展示給我們的用家 整個過程我們都是從行動之中學習的 第六個就是好奇心 我們很相信當你能夠有好奇心的時候 你會願意對那件事了解更多 更加投入和更加會自主去學習 所以透過Design Thinking 你絕對是能夠擁有這幾個特質 除了一些正向的價值之外 我們說的是mindset上的東西 或有心法當然要有武功 原來這裏Design Thinking 還可以給你們和將來工作接軌的技能 我們說的武功 這裏就是在2020年 一個世界經濟論壇去有一個報告指出 2025年我們最需要的十大工作技能 紅色框框框著的 其實全部是和創新和解難有關的 這些正正就是設計思維都擁有的一些skill set 另外Active Learning、Leadership等等 其實都包含Design Thinking 所以你學一門Design Thinking 你能夠擁有心法加上武功 是為你將來的工作 以及你人生路上去接軌的 究竟什麼是Design Thinking Design Thinking 就是一套以人為本的創意簡單工具 我們是用人來出發幫人解決問題 黑心的價值有同理心、協助和反覆改善 剛剛已經說過了 另外就是 它是世界工人最有效的產品創新、服務改進 和商業模式設計方法之一 但它不單單是做這些事 它是採用於商業、社會、教育、公共服務和可持續的發展方便 另外有一本書我會建議大家去看的 就是《創意營商》 裡面包含了很多香港設計思維的案例 其中一個其實是當時的小妹妹 只是13歲 她運用Design Thinking來幫她創立了她的小生意 所以其實中學生都能夠做得到的 今天介紹一個近幾年很流行和很易用的設計思維的框架 就是雙鑽石模式 這個雙鑽石模式是由英國設計協會Design Council 在2005年創立的 你會看到它有兩個鑽石 這兩顆鑽石非常漂亮 第一顆鑽石就是告訴我們 我們要了解問題的核心 要了解我們的用家需要痛點在哪裡 然後第二顆鑽石才會提供這個解決方案 大家會看到第一顆鑽石 你會看到有一個Feel Feel就是我們要了解問題的核心 我們當然要去找出用家現在究竟有什麼經驗 以及去定定哪一個才是重中之重的問題 然後我們去到第二個Diamond 就是會再開展想很多不同的點子 然後我們就會再實現出來 再去分享給我們的用家 拿他們的feedback 好了 Teven 暫時說到這裡 讓Jeffrey繼續補充其他 謝謝Jeffrey 謝謝 先介紹一些Design for Change Design for Change 是一個全球最大型的設計思維運動 它開始的時候是2009年 由印度那邊開始 現在已經有全球70個國家地區參與 他們的發源地是印度一間 叫做河濱學校 Riverside School Riverside School這間學校 他們2023年拿了全球最佳的創新學校的獎項 World Best School in Innovation 他們用了什麼很重要的核心教學方法 其實這裡已經展示了出來 第一個就是用project 用方案 或者我們用企劃的方法 也就是說要求學生 不是就這樣回學校 死讀書 考試測驗 而是他們要利用所學的東西 做一些project出來 所以叫做project-based learning 第二個就是他們做這些project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要服務其他人 透過服務來為人去著想 為人去設計 所以我們叫做service-based learning 透過這兩個東西 學習就會變成一個有意義的學習 所以也鼓勵同學 其實今天我們去分享 鼓勵大家參加這個香港有計 也鼓勵大家設計一些方案 去服務其他人 無論你是選擇生人有計 還是幫人有計 還是兩個你都參與的話 其實都需要學一些做方案的方法 來服務其他人 在這個荷濱學校 或者這個Design for Change裡面 剛才Tiffany介紹了 Double Diamond Model 這個雙鑽石的模式 在Design for Change 我們都用一套FIDS的方法 FIDS 我們很簡單地說 FIDS for Kids FIDS stands for什麼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畫面 FIDS stands for F就是Feel 感受 I就是Imagine 想像 Do就是行動 而S的Share就是分享 我們希望運用這個模式 無論是大人小朋友 可以透過這四步 可以做出一些服務他人的良好方案 繼而去改變身邊周圍的環境 甚至是改變世界 這裡也有一點解說 我們說FILL其實是感受 是感受什麼呢 感受是說我們去觀察身邊周圍的環境 你看到這裡說 用心去觀察你的四周 有沒有困擾你的地方 所以無論是我們今年的主題 是說Nature 是生人有計 就是看我們的自然環境 又或者是幫人有計 那個叫社區的環境 我們都可以透過多些的觀察 多些的調查 了解究竟身邊周圍的人 遇到什麼事情 帶來一些什麼的感受 特別是會不會有一些的破壞 環境的破壞 又或者一些人的需要 帶給我們一些 不是很好的感受 比如說老人家沒有人照顧 他們覺得很孤單的感受 這些都需要我們走出我們的舒適圈 去了解 所以首先第一樣就是他人的感受 也就是我們經常說的 我們怎樣建立起同理心 第二樣東西就是 當我們知道別人有些問題 需要我們幫忙解決的時候 我們要想像 想像就像brainstorming 我們怎樣想解決問題的方案 其實解決問題的方案 不會一想就會想到 有時候多幾個人一起去合作去思考 反而更容易可以想到一些 即可行的解決問題方法 特別是一些可行的方案 有時候要時間去醞釀 所以多些來討論 多些來想解決問題的方法是很重要的 第三樣想到解決問題的方法之後 要實踐出來才有效的 所以我們要有實踐或者行動的機會 有時候實踐當中會很順利 但有時候也會遇到一些困難 在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們怎樣來調節我們的方案 去克服困難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當中也需要我們有毅力 最後就是我們今年講到 我們參加這個香港有計 要用到一些創科的技巧 所以我們當想解決問題的方案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用到創科 在分享的過程中 我們怎樣令到我們所做的好的故事 令到有更加多人可以知道 更加多的社會的影響力 我們都需要可能會用到創科的方法 所以就想一下會不會用到一些社交平台 一些不同的方式去跟別人分享 令到更加多人知道 這個也是在分享當中 我們可以用到的秘訣 所以這裡我們有一些問題 當各位同學去想解決問題方案的時候 或者去開展計劃的時候 可以去問的一些問題 幫助你去思考一個更加好的方案 在感受上面我們可以問一下 你發現到哪些問題 最後選了哪些問題來解決 為什麼你會選那個問題 這些問題其實影響了哪些人 他們的感受又是怎樣的 他們的關注也是什麼 你可以利用這些問題作為開始 去到想解決問題方案的部分 想想的部分 你們總共想出了多少個解決問題的方法 最後解決問題的辦法是什麼 他們可不可行的 為什麼 有什麼資源用了 去到執行的時候 行動的部分 你們可以描述一下你們改變的過程是怎樣 解決問題的步驟是怎樣 計劃最終的結果是怎樣 造成了什麼影響 有什麼人事物是因為這樣受到影響 有些良好的影響當然是 受到你們的行動影響的人有什麼回應 執行的時候你們遇到什麼困難 你們有沒有調節你的方案去解決這些問題 怎樣克服這些問題 都是你們可以問的一些問題 最後去到分享的部分 你們怎樣把這些計劃分享給學校 社區甚至其他人知道 你跟誰去分享過 跟幾多人分享過 有什麼回應 聽完這個計劃之後 你們想怎樣去延續這個計劃 以至可以帶給社會有更大的影響力 這些都可以是你們去想的東西 所以各位中學生 各位高中生 其實我們Design for Change 當我們推動的時候 幼稚園的學生 小學生已經在做 你們已經去到高中 我相信你們更加有能力去做 我們相信每一個人 不單單是小朋友 青少年甚至大人 都可以設計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 所以不要猶豫 相信你們自己 I can 改變世界 你們每一個都做得到 好 謝謝 Jeffy 其實過往我們帶領 中學生也做過不少的項目 例如他們怎樣和你身邊的長者家人 想了不同的方法出來 令他們的關係能夠拉近 又或者是怎樣關懷社區的人士 讓大家都能夠提供更好的服務給他們 再者其實還可以關注到聯合國的 17個可製造發展目標 例如是怎樣去減少 food waste 又或者是和氣候轉變有關的議題 其實你們真的可以發揮到很多 供應到很多 只要你願意走出這一步 你們的可能性絕對是超乎我們的想像 所以今天你們是參與這個工作坊 即是代表你們想參加這個活動 其實你們已經踏出這一步了 欣賞你們 好了 我們亦說一下 如果我們要做不同的主題之前 我們要去了解我們的用家 了解我們要幫忙的一批受眾 其實我們怎樣才可以展示我們的同理心呢? 怎樣才能學到同理心呢? 大家可能會說 很難啊!這麼虛無飄渺的! 我又摸不到,我又看不到! 好! Tiffany,怎樣學? 現在我們會教一教大家 建議一個方法給你們嘗試一下 去學習同理心 在我們做了這麼多設計思維的個案 其實我們會發現 要學習同理心的一件事 我們是要認識情緒 我們是要從認識情緒開始 因為最重要就是 我們要首先懂得去感受自己 同理了自己 發生任何事的時候 究竟當下我們有什麼情緒呢? 為什麼會產生這些情緒呢? 我們要知道 就來到這個考試的季節 不知道高中的同學你們 會不會壓力 可能會更加大呢? 會開始有些 犯粗、緊張、憂慮等 這些心情出現呢? 還是說 我都覺得我現在的準備都很好 我的進程都不錯 所以我會放心和安心呢? 又或者你身邊 雖有很多人支持你 會令你覺得溫暖和悲哀呢? 不如這樣吧 我們又看看圖片上 這個情緒面譜 其實這個情緒面譜 大家可以在教育局下載 這個資料是公開的資源 這裡有25個情緒 我想問問各位同學 平時你們會用到多少個 來表達自己呢? 2個?3個?4個?5個?10個?15個? 大家可否在這個檢查訊欄裡 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裡有25個 我看上去都認識他 我認識那些字 但平時你們會說多少個呢? 我猜到高中的同學面對著DSC的壓力 應該會有些很累 甚至乎會否感覺到有些猶豫不決 可能對於前路會有些迷惘 當然如果是樂觀一點的同學 我覺得他應該會很有自信 可能會已經在想 讀大學的時候會有什麼大學的生活 因為始終是一個新的環境 可能最開心當然是認識到一班新的好朋友 讀書的同學固然會有自豪的心情 讀書可能遇到一些未很順利的同學 可能會覺得現在的客人有點憂傷 有點焦慮 這是來自樂綫堂的中學的同學 也可能會有同學 會處於一個即將去最新的階段的一個地步 可能也沒有希望 都是一個挺好的表 要讓同學去了解原來情緒 也不是單單是一個負面為之不好 或是更加認識自己 可能也是一個好的一個開始 是的 Martini 你說得很好 其實透過認識情緒 我們會知道究竟是因為什麼事 令到我們產生正面情緒也好 負面的情緒也好 其實是幫助我們更加認識自己 因為這些情緒都是屬於我們 我們都可以去包容、去接納 其實就等於我們接納自己 簡單為例 其實可能高中生、男同學 很喜歡打球 可能今天的球賽 因為球賽輸了 你會覺得很憤怒、很不開心 但你也有機會覺得開心、滿足 是因為你和一群戰友一起去打球 一起去做這個比賽 你會覺得無論輸也好 有他們支持我 這就是我滿足的地方 所以 去了解情緒背後的原因 是非常之重要 亦都是希望 大家的同學 不要去 淪式 表達自己 去觀察自己內在的狀況 特別是你們現在的壓力 可能比較大 讀書和做功課 真的會比較辛苦 所以都希望和你們打打氣 讓你們可以知道如何表達自己 有需要的時候 尋求適當的人的協助和支援 有些小秘密 我們有時候會教一些公開的商業班 提到情緒的時候 其實很有趣 那些成年人 可能只給我們三個情緒 你們猜不猜是甚麼 我都是會開鼓的 因為通常他們會說 開心、不開心、生氣 就是這麼多 所有正面的都是開心的 所有負面的都可能是不開心的 所以我們今天多學一些 去表達自己的 所以沒有問題的 補充 因為剛才你說 開心、不開心和憤怒 有時候我也有做輔導工作 有時候我聽到一些人 去分享情緒 都只有兩個道向 不開心就是開心 還有他要加一些字眼 超開心、勁不開心、喪不開心 就是這樣 反而我們多認識不同類型的情緒 其實是知己知彼 當我們要發展同理心的時候 其實知道自己的情緒 也表示甚麼呢 我們認識他人的情緒 沒錯 其實剛才Jeffrey說得很好 我們形容我們的情緒 程度的時候 我們會用一個超、好等等 厲害 但原來我們未必是這麼懂得 開心、快樂、興奮 其實這些已經在說不同的程度 所以我們從今天開始 多說一些情緒 為我們的華人世界做一些改變 改變世界由你們開始 我們又來做一些小測試 來感受一下情緒 先說明一下 一會看到那些圖 可能大家會覺得 那些好像是一些比較小的小朋友圖片 我希望藉著那些圖片 讓你都去聯想 在那個情境裡 其實你的情緒是甚麼 所以Let's go 好了 新年看到人派利是給你 你的感覺是甚麼 當然興奮、開心 還有會猜一下裡面有多少錢 可以拿些錢去買甚麼 可能我想買一個圖片 看看能不能儲夠錢買一個圖片 又或者我想去Grad trip 看看能不能儲夠錢去Grad trip Maccini你呢? 我這樣看是很熱鬧的氣氛 因為除了有錢收之外 最開心是可以見到很多朋友 例如有些團拜的朋友 可能有些好吃的菜式可以分享一下 見到朋友就最開心 不知道今天的觀眾同學 你們的情緒又是怎樣呢? 各位同學也可以在你的聊天室裡給我們一些意見 也可以透過問與答的環節 也可以直接去DM我們的主持 給我們一些意見 給我們看看 也看到有些同學好像回覆了他 覺得很開心因為有錢收 也有些同學說 他覺得是一個很有童真的畫面 因為有利是收也會有人親 很正面 很正面 會不會有同學收到利是之後會煩惱呢? 因為煩惱不知道買甚麼好 也會的 所以其實無論是正面還是負面的情緒 我們都會包容去接納 沒有對於錯的 在情緒上 我們來一個反差大一點的 當大家看到一些你不喜歡吃的東西的時候 你的情緒又是怎樣 這個就是不喜歡吃菜的小朋友 但是我們的成年 你的長大一點的可能都會有自己不喜歡吃的東西 那情緒又會是怎樣的呢? 大家同學可以熱烈些 告訴我們你的情緒是怎樣的 有同學說 看到一些菜就覺得不太開胃 我自己就覺得是一個可能會有些壓力 如果高中同學可能比較少 還會是吃那些叫做飯盒 很多時候出去吃 如果以前吃飯盒的時間 你不能選擇你一定要吃 老師會看著很大壓力 可能就會 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可能是童年回憶上的一些壓力 那也不錯 幫你去處理你內在的一些問題 做得非常好 我們又來看看 如果現在有很多網絡上有趣的圖片 可能同輩之間都會發出一些 希望別人開心愉快一點 大家看到的時候 是否真的會有這個感覺呢? 我自己覺得會有一個 因為這幾張圖都很像一種 我們平時去跟社交軟件 去聊天的時候 就有些mames的圖 所以我自己覺得 是一個很輕鬆很放鬆 對於我來說 那張照片的意義 未必是一張照片本身 而是我會用這些照片 跟哪些人去做一些溝通呢? 所以我想 例如我想跟家人做一些溝通 有時候未必真的要說一句 可能我發了一張很搞笑的貼圖 那張圖片都可以表達到一些關懷 可以表達到 當然也做一個 例如我們幫人有計 其實也有一個環節 希望可以透過一些 促進家庭和諧 家庭或倫理之間的溝通 一些創科方案 其實我們都很希望可以收到這些建議 而這些其實正正就是透過這種比較好玩的一些貼圖 可能都會做到的效果 我們都看到有同學 就有一幅說 他覺得是很煩惱很困擾 應該是說上一張圖畫的感覺 當然遇到一些不開心的畫面的時候 其實想一些方法令我自己開心 這種就譬如是畫一些得意的貼圖 可能是一種方式 當然如果玩一些不同類型的活動 去擴闊自己的眼界 都可能是一種方式 好 多謝同學的分享 那我們再看看 大家身邊有沒有遇過這些狀況呢 你自己和別人吵架 或者你見到有你認識的人他們吵架 或者你在街上也有見到別人吵架的時候 你的情緒心情又會怎樣呢 我想如果吵架的是我 我的情緒一定會很高漲 可能會有些憤怒 如果你看到這裡 但就算我不是那個主角 我是旁觀者 我看到有人這樣吵架 我都可能會有些不安 好 最後一章 相信大家都是年輕人 年輕人都應該是很喜歡去玩樂 還有最重要是一大群朋友一起玩 因為朋友之間的分離是會令自己充滿能量 會很開心很快樂 所以希望透過這些圖片 都讓大家去感受 原來我真的會有些情緒產生 這些其實就是去檢視自己 同理自己的其中一個方法 當我們能夠同理自己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去同理其他人了 首先欣賞一下大家 先給大家掌聲 我們接下來會去同理其他人 亦都在做設計思維的旅程裡 第一個原素 就是要去感受 我們要去找出我們的用家 他們的經驗是怎樣 他們不舒服不爽快的地方 以及他們的期望是什麼 好了 生系的主題 我們就要了解一下行山人士 其實有很多群組大家可以去了解 除了行山人士之外 可能是露營者 又或者是其他群體 但如果我們以行山人士為例 原來行山人士 我們都可以分為很多不同的群組 例如一些行動不變 是要坐輪椅 又或者一些是長者 又或者一些是家庭群組 又或者一些是長者 亦都可以說 有些是行動不變的 有些是要照顧者帶著他們去行山 大家可以試想一下 我們以這個坐輪椅 即是殘疾人士為例 你可以想一下他們 如果行山的時候 他們要坐輪椅 其實有多少條的行山路徑 是可以適合他們呢 而在這個行山路徑上面 他們會遇到什麼阻礙呢 其實是會令到他們 有困難不能夠達到他們 是可以輕鬆行山的呢 他們行山其實是想 為了一些 復興到什麼的期望呢 原來有很多東西 我們可以透過 我們可以嘗試做訪問 來去了解 其實大家都是高中生 其實我會建議大家 去跟不同的行山人士 可以做一些訪問 因為訪問你問到的事情 一定是會給你的問卷調查多的 但問卷調查也很重要的 兩者配合 其實我們拿到的資料 就可以更加全面了 這個其實我們 是一個第一手的收集資料的方式 除了這樣之外 其實我們還可以做觀察 如果你們平時有行山的 第一件事 其實自己也是一個群組 你們平時行山的時候 有什麼阻礙出現過 令到你們不安不便不爽不快 亦都可以想一想 以及可以去行山路徑 去觀察一下其他行山人士 其實他們的情況是怎樣的 第二件事 我們也可以搜集一些數據上的資料 可以去看一些新聞 這裡其實已經是三則新聞文章 大家可以透過文章的了解 或者大家也可以透過一些 video interview 去了解當中的被訪者 他們的故事是怎樣的 好了 這裡我列出了一些 一些四類的行山常見的意外 原來很多行山人士 他們有機會會扭傷 手腳刷損 原來嚴重點的時候 有機會會致命 還有接下來天氣都會比較熱 我想行山中暑的機會 都會上升 這些小資訊 希望能夠去刺激大家 去想多些不同方面的事情 以及可以就著不同的人士 他們的年齡層可能不同 他們的背景不同 他們的挑戰和目標不同的情況下 做一個深入的了解 來精確地去找到他們的痛點和需要在哪裡 我們亦都在社區關懷 去看照顧者 例如剛才Matinny所說 原來倫理之間的關係 都會是一個我們可以注意的題目 但今天我們舉的例子 在照顧者方面 照顧者原來已經可以分分不同的群組 例如在圖中 我的左邊 大家可以看到兩個公公婆婆 原來老公公有腦退化症,老婆婆要照顧自己之餘,還要照顧她的老伴 照顧她的起居飲食,照顧她的日常生活,還要面對她的老伴 不記得她,甚至很多事情都不記得,如何照顧自己之餘 其實這些經驗、故事很值得我們去了解他們背後的難處在哪裏 再者,有一些照顧者,可能他們平常要上班 但他們家人,行動不便要在家,或者是長者要在家 究竟他們怎樣可以有工作壓力之餘,又有家庭照顧負擔的壓力 如何幫助他們平衡呢?我們可以了解他們背後的需要後 再想一下,究竟現在我們的科技有甚麼可以運用得到,幫得到他們 在照顧者方面,原來也有少少資訊給大家 長期受壓的情況下,他們的身體會很疲累 飲食時間又不足夠,思想和情緒都會負面 甚至他們不會想和人溝通 另外,他們還要面對的問題就是 其實很多時候,他們未必是預計得到的 他們身邊的人是有病的,有障礙的情況出現 他們是要接受一些預期不到的東西 以及他們都不會知道怎樣去照顧他們才是最好 怎樣跟他們相處才是最好 有很多東西他們都是要從這件事去學習的 究竟怎樣可以幫助他們盡快去處理那件事呢? 都是一些很重要的支援 所以希望透過這些資料可以讓大家能夠brainstorm 當我們可以從報章或是一些影片了解到的情況 從我們的訪問和問卷調查拿到資料回來後 其實我們是可以把這些資料放入一張圖表來顯示出來的 例如我們的問題方向就是 可能今天我要幫一群的照顧者 解決他們怎樣去工作和生活平衡的問題 這樣我們同理的對象就是那批照顧者 我們把這些資料可以從他們看到什麼 他們在說什麼、他們在做什麼和聽到什麼 在照顧他們家人和平衡工作的環境底下 把他們的資料放進去 讓我們更容易去同理他們的痛苦和期望在哪裡 然後就可以再去想辦法了 我簡單分享了一些我們要怎樣了解我們的受眾群組 以及將我們的記錄資料清晰顯示在圖表裡出來 我會讓Jeffrey跟大家講解其他案例和小技巧 謝謝Jeffrey 謝謝 謝謝Tiffany 在分享過程中有些小技巧我都想提起各位同學 首先就是和理心不會關閉訪門你自己想可以想到出來 所以各位同學記得記得 因為我在大學裡我都很鼓勵一些大學生 他們要做一些project的時候 要實際去到環境去訪問去了解去傾談 你才能夠了解到我們要幫他解決問題的人的需要 記住記住記住你是一個設計師 設計師不會關閉訪門自己在想可以想到一個設計出來 最有效的設計是要幫別人去解決問題 別人最想的設計是什麼 所以記得你要去做多些訪問觀察 你才能夠發展到對他人的一個客觀的 實際可以了解到的同理心 這個很重要 有一件事也想請大家幫我解決一下這個問題 也和我們的主題有關係 其中一個主題叫做生人有計 當你發現有人惡意破壞樹木的時候 各位同學你會怎樣做呢 你行山的時候或者你在公園 你見到有人惡意破壞樹木 或者你見到已經破壞了 你有什麼點子有什麼解決問題的方法可以怎樣做呢 可不可以在聊天室那裡告訴我呢 我們也看一看 可能我也猜一猜同學一般見到 葉破壞樹木會有什麼做法 通常我想最直觀就是會找專業人士幫忙 報警 但是其實有更加多事情可以做的我估計 因為譬如我們今次生人有計也好 幫人有計也好 都希望有些創科的方法可以做得到 如果我立刻想一些創科的手法 我就天馬行空一點 我就可能想會不會有一個機械人 可以很自動地走過那個家裡公園 然後他detect到哪些樹 是被人破壞了的 可能做一些收復 或者可能原來他可以通知 自動通知班一個官方的機構 當然裡面可能就難一點 就是有些編程的技巧 可能有一些需要備障的工具 這可能是難一點 另一方面我又會想 其實可能有一些工具都是用人手做的 可能都是漁龍自然護理署的一些哥哥姐姐 但是我就想會不會有些方法 或創科的工具可以方便他們執行日常的職務 我籠統地想可能會不會一個簡單的 原來是一個三合一的 可能有風扇又有電筒功能的工具 會不會幫到他們執法人員去檢查 或者去收復呢 當然也有一些同學有福 同學說可以拍照去舉報 當然再進一步想會不會有些系統 原來是可以給公眾人士自己擺一些資料上去 然後可以做到一些分析 可能有些數據系統做一些分析 這樣也可以 有個同學非常好 他舉出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他說原來在英國有很多樹木都會被污染 可能是一些抗議標據 可能不滿一些某些政策 他說原來可以安裝一些motion sensor 即一些會移動的裝置 檢查到有沒有人去放一些東西或污染 來到他即時就有個通報的系統 都是一個挺有趣的一些不同國際上的手段 即其他朋友的國家會用的方法 多謝同學的參與 很好的一個例子 同學你立刻可能上網找一下有沒有其他案例 這些正正是我想你們做的事 因為其實我想高中的同學 我們都有一定的研究research的能力 你可以上網找很多資料 幫你去看看其他國家地區 會不會已經有些解決問題的方案 所以當你去想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不妨做多些research 不妨做多些研究了解一下 你往往會發現一些更加有效的方法 多謝你們的參與 我想和你分享一下這個例子 叫做愛樹寶寶 有些同學發現學校裡的樹木受到破壞 當然破壞了有時候你捉不到人 有時候有些人都會想 我們加強罰則 我們去懲罰他 但有時候破壞的時候 通常都是追求沒有人做這個破壞 但我們怎樣提高大家保護樹木的意識 反而更加重要 這班同學他們怎樣做呢 這是一個Design for Change澳門的組別 他們的例子是怎樣做呢 他們希望透過教育的方法來改善 譬如訪問一些年資深的老師 有關於學校樹木的資料 希望將這些資料變成片段 去介紹給同學看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因為老師進來的時候 可能已經在教了十多二十年 他們對於學校的環境很認識 很了解 所以問老師這些資料 可能讓大家知道這棵樹背後的歷史 或者這個環境背後的歷史 其實讓大家更加珍惜這個環境 第二樣就是同學想到製作一些書籤 派給所有其他同學 那些掉下來的樹葉 其實可以拿那些樹葉做書籤 讓大家人手有一個 或者多些人可以收到 其實都讓他們知道 這些樹其實跟他們都有關係 第三樣就是用逼步來介紹 學校樹木的資料 希望大家對這個老朋友 有更多認識 當然我們學校會用逼步版 但各位高中的同學 我們都更加可以擴闊我們的眼光 其實我們更加可以用其他方法 包括社交媒體 包括我們製作一些網站 其實都可以用來介紹保護環境 甚至你更加可以想一下 我們可不可以用一些APP 比如說剛才我們都說了 在行山的過程當中 Tiffany分享到有很多不同的問題 例如說撞傷 扭傷 甚至是中暑的問題 會不會在行山的路徑上 我們透過設置一些QR Code 一些好的APP 當有什麼事發生的時候 我們可以立即通知一些有關當局 甚至可以設計一些APP 鼓勵人多些去親近大自然的環境 這些都是一些大家可以想的解決問題方案 所以這裡有一個工具 我相信大家不會陌生的 如果我們提到Mind Map 大家可能都用過了 當我們記得我們剛才說過 有四個步驟 FIDS 感覺是很重要的 在感覺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問很多問題 我們可以感覺一下 當人在那個環境之下 看到有自然環境受到損害的時候 我們的感受會是怎樣 當我們知道別人遇到一些困難的時候 我們又有什麼的感受 並且通過這些的感受 我們可以嘗試去找解決問題的方法 這就是感覺的部分 我們可以用到Mind Map來幫助我們 另外在構思方案上 其實我們也可以利用Mind Map 在 brain storm的過程中 特別是我們想解決問題方案的時候 不會一想就想到一個非常好 最好是只有這個方法 我們通常都會想很多解決問題方法 不妨 我想剛才Tiffany也有說過 我們可能組隊 兩個至五個人一起去想解決方案 大家都可以參與 大家都可以想多幾個方法 在這麼多解決方法裡面 我們可以慢慢再削減到一個最好的解決方案 在削減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想一下 用多少資源 有什麼人可以幫我們 有什麼困難會遇到 我們會不會事先想到解決問題的方法 可以令到我們的困難減少 在構思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利用Mind Map 所以各位同學 不妨用多些這些工具 另外我也想提醒 如果你想有多些資源 可以了解一下這些工具 可以上下我們Design for Change的Facebook 我們Design for Change的Facebook 你可以去到Facebook打DFCHK 你就找到我們的Facebook 並在裡面找到很多資源 很多的短片介紹給你聽 如何用到我們FIDS的模特兒 來解決問題 這裡是新加坡的例子 不過我今天不想分享這個例子 反而我想分享一個澳門的例子 就是有一班中學生 他們看到你坐地鐵 坐巴士都會遇到一些關外座 在關外座裡面有時候 有些人可能會坐進去 他又不是老人家 於是有人拍他的照 甚至有些老人家來罵他 為何你坐了我的位置 就發現關外座不是關外座 變成批鬥座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遇過這些情況 也看過這些短片 有一班澳門的高中生 他們就不想這個問題在社會發生 想多些人有關心 於是他們做了一個很好的行動 他們怎樣的行動 就是他們聯繫了巴士公司 其實大家在做這些 無論是生意好幫人好 你都可以想一下 其實你們的資源可以是很闊的 聯絡多些社區的人士 甚至是一些商界的人士 可以幫助你提供這些資源給你 這班高中生聯繫了巴士公司 巴士公司問他們 你可以做些什麼去解決這些問題 高中生說我們設計了一張貼紙 這張貼紙貼在巴士的每一個座位的後面 然後寫著只要你肯讓座 每一個座位都是關外座 來鼓勵人多些關心他人的需要 多些讓座 巴士公司提供了一條巴士線 給他們貼這張貼紙 並且這些同學不是這樣就算 他們每一個巴士途徑的路線 都找了同學來做一些紀錄 做一些統計 了解一下乘客看到這張貼紙之後 他們的反應 有沒有多些關心他人的需要 是一個很好的計劃 所以我也鼓勵各位同學 當然你仍然可以用一些創科科技去幫忙 但首先最重要是什麼 你都要了解問題的真正需要是什麼 然後你想解決問題的方法 你可以嘗試去身邊找多些不同的資源 找多些不同的專家去幫你 這是我給大家的一些意見 最重要是什麼呢 你肯走出多一步 你看看圖片 我們那裡寫著 其實就是鼓勵大家 走出多一步 利用多些你們的點子 你們的想法 去改變世界 我相信每一個人 我們都做得到 相信自己的能力 運用設計思維 去解決身邊的問題 必定能夠喚起我們對生命的熱情 所以改變世界由誰開始 是由你們每一個開始的 多謝大家 沒錯是Jeffery 和Tiffany 因為今天這個賽事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有很強的實用性 同學者提交的方案 其實是很有機會 會被政府不同的人士 亦都會被公眾人士 是會看到了解到 你們的方案是很有機會 可以影響到整個香港社會的整體發展 所以都再提一次大家 我們方案的截止提交日期 是今年的5月16日 由於部分的培訓活動名額非常之有限 所以都鼓勵大家 盡早去提交你們的方案 可以盡早去參與我們的培訓活動 其實剛剛Jeffery和Tiffany 亦都提出很多關於我們今次的活動 很想大家去裡面提出一些 影響到社會 也是貴殖國譬如生系 或者社區關外這些議題 提供更加好的方案 所以希望各位同學仔 尤其是高中組的同學仔 都可以盡快去報名 但都再提提大家 因為今次我們想收集大家 就著今場活動的意見 所以大家在螢光幕上 可以看到我們有份問卷 讓大家去填 問卷方面 有個QR Code 大家可以先把這個影片拍下 然後有需要的時間 亦可以將它有限的時間 幫我們填一填問卷 因為你們的意見 也會成為我們日後舉辦 和規劃活動 一個非常之重要的參考 另外再提提大家 今次我們的賽事 報名的截止日期是5月16日 在報名截止日期前 大家都可以提交方案 但是提提 因為報名表格 其實沒有儲存功能 所以你們提交方案 需要一次提交所有方案 其實我也建議大家 可以在網上搜尋 城市創科大挑戰 然後大家報名須知 其實應該都會有些新聞機構 會有整個報名的教學 教大家怎樣填 大家可以按照指示 填整份報名表格 也建議各位 因為我們不少的培訓活動 每個組只有一個名額 我舉個例子 例如有三位同學參與 以學校為單位 可以播放一個總指隊 總指隊有三位同學 另外三位同學都可以 各自提交一份的方案 就可以令到每位同學 都可以參與我們的培訓活動 即是三位同學 總共可以提交三四份的方案 都可以 一位同學甚至可以提交多於一份的方案 最重要是希望大家 在今次的城市創科大挑戰 一起和老根為香港有計 提出更多有建設性的方法 能夠令到我們可以 生人有計和幫人有計 今次來到這裏 也想再一次多謝 Tiffany和Jeffrey 為我們帶來這麼精彩的分享環節 再提提大家 中學組和小學組的簡介會資料 大家都可以 小學組的資料 已經上載在官方網站 中學組簡介會資料 也會在日內 盡快匯發到官網 大家要密切地留意 如果有任何問題 也歡迎將你的查詢 電郵到我們大學會的官方電郵 或者去致電 我們大學會的官方電話號碼 希望大家可以盡快 就著你們的創科方案提交上來 我們也希望可以盡快 在培訓活動 以及接下來的準決賽 甚至總決賽和大家見面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差不多了 不如跟大家說一聲再見 希望盡快和大家見面 好 拜拜 拜拜